好 谢谢俊涛博士 接下来请您对今天的五个题目进行这个惊讶的解读 五个题目呢 第一个题目其实关于这个 抖音 关于抖音的问题呢 我觉得美国主要还是从安全角度上考虑 作为这个拿抖音开刀 那抖音呢有没有安全问题 我觉得只要是刚才我结合后面的回答问题 只要抖音把钥匙交给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不需要他向中国政府报告什么情况 中国政府自己可以搜集 甚至像抖音呢微信呢 像马化层之前中国政府未必去相信他们 愿意让他们知道这些 他们为什么要搜集 他们搜集什么信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这个川普总统这个选举呢 我觉得川普总统 他在当时说话的时候 这个说就是要推迟选举呢 我觉得他不是担心选情 他也不是想给自己制造什么好 他就是担心作弊 至于说他担心作弊有没有道理呢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他过度的猜想了一些 这个我觉得不会有实质性的会影响大选结果的 这样的一个作弊 担心作弊 而且担心作弊 没的方向感 但是我觉得现在川普总统更多的强调这个问题 是因为他没有方向感 所以但是他需要有话题 他没有方向感的原因在于呢 就是一个是主要原因还得有疫情 使得他没有办法去兑现 就是或者在美国人民面前表现出 他非常尽力在兑现 他在上一任竞选时候的诺言 就是比如像有两个话题 一个话题就是经济 一个话题就是移民 这两个话题现在由于疫情吧 都变得好像他做什么 他什么也做不了 就是变得 那么他或者他什么都不用做 这个问题也不是个问题了 所以这样的话 他需要一些新的话题 但现在我觉得有点心烦意乱 不光在这个谈到中国 你谈到很多问题都有点心烦意乱 都有点前后在摇摆 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孟晚舟的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 还有这个李登辉 李登辉的这个 李登辉 李登辉的话题呢 我是觉得呢 李登辉先生呢 他是一个确实台湾政治上 一个转折性的人物 他把台湾呢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个新的境界呢 就是打开了台湾发展的新的空间 一个从内政上说 打开了台湾的民主化的空间 从两岸关系上说呢 他使得两岸关系 有了更丰富的探导的可能性 我觉得到现在共产党 在思考怎么去讨论两岸关系呢 其实还是在李登辉先生的一个架构中 也许共产党没意识到这一点 我刚才讲到了 第一个呢 就是两岸呢 政治上的争议悬置 各说各话 然后主要是着眼呢 发展务实的两岸交流关系 第二呢 就是说两岸的将来政治上关系 怎么定位呢 要提出各种各样的探导的可能性 要在这个 一个丰富的空间中进行对话 否则一方想强加另一方 这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第三个呢 就关于这个孟晚舟的这个事情呢 我的基本看法 就孟晚舟这个案件呢 在已经没有当初 美国想着力办这个案件 那么大意义了 现在你可以看出 美国好像也对这个事 也不是 也不说那么多话 川普总统也不说 你们要是对吧 答应给我签贸易协议 或者答应我什么 把这个疫情这事 你们做个检查 我就把孟晚舟就放过去了 这个我觉得就现在这个事 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 就他无论是打压华为 还是从安全角度上 这个去整中国的话 现在美国已经有另外的理由 已经全面展开了 但孟晚舟这个案件本身 我觉得是共产党的一个失败 它使得他彻底的 他把加拿大给得罪了 让加拿大看清了他的嘴脸 再有于呢 我觉得从孟晚舟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美国呢 当时下那么大力气 如果还孟晚舟案件 还有意义的话 我觉得美国更希望呢 通过孟晚舟嘴里头 能知道华为 在西方的运作情况 然后以此呢 包括中国政策的介入有多深 那么中国政府也出于这个担心 所以把孟晚舟的案件 看得很重要 但如果真是这个猜测 是准确的话 我先说这是猜测 如果猜测是准确 其实孟晚舟最好的办法 就是留在西方世界 留在美国 然后呢 这个通过一些 这个透露一些新的信息 达成一个 跟联邦战局达成一个认罪协议 他做一个交换 最后呢 做污点证人 然后呢 换取自己的 在西方的自由 而且我觉得 这是对他最好的结果 因为按照中国 现在政治走下去 共产主义事业 接班人 习近平先生 一定会开始要 整华为啊 和这个任正非的 而他搞不好 他家呢 就他能活在 这个自由民主的世界中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第五个了 第五个 第五个呢 就是关于 立华会 这个 那个台湾这个选举呢 关于那个香港选举 我觉得香港选举 押后云年 是没什么道理的 这个林郑月娥说 是疫情需要 那么第一 他并没有去 向专家咨询 疫情调运会 怎么影响选举 台湾的 这个香港的投票方式 那么第二呢 他也没有咨询专家 有没有办法 在投票情况下 采取一些措施 那么既能够 按期完成投票 同时又不能够 导致疫情的爆发 我觉得他没有 去解这种问题 唯一能说出的理由 就是说 有一大批 从大陆来的人 可能如果假如 要进入香港投票的话 他们必须要提前 很长时间进入香港 那么呢 他们才能投票 而这批人呢 肯定是要投 林郑月娥 就作为建制派的票 那么他们可能 担心失去这票 那我觉得 最主要的原因 还在于呢 他需要一个时间 用这个国安法 去清洗民主派 包括杰西先生 后来做了一个补充 我当时讲的是 他比如打压民主派 取消民主派的 这个合法的 这个就是资格 或者当选 也要求民主派 能够遵守国安法 使得他不能够 再挑战他 那杰西先生 补充了一点 就是他用这个时间 还要逼走 这个大量的民主派 然后使得呢 他们不能够 再参加投票 这样使得建制派 能够确保 能够赢得 建制派的选举 那么这是呢 他的主要 但是我觉得呢 共产党呢 其实不论最后 这个选举结果怎么样呢 共产党是输了 输在三条 一共产党呢 让西方世界呢 在香港那样 彻底的不信任他 而且呢 就是在香港问题上 他们决定 西方社会准备 达成一个同盟 在这个问题上 使得他们 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 包括欧洲 包括英国 你看谈到香港问题 他们都是 口气是非常一致 就是准备要对中共呢 进行这个一个 事实上的制裁 我们叫软制裁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使得呢 中共失去了 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 失去了和资本主义的 全球化的一个接轨 那么中国前三十年的 改革开放的红利 说到底是开放的红利 这个对 就是面向 美国主导的太平洋 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 那么这个呢 如果假如香港封掉之后呢 这个结算中心封掉之后呢 那资本主义不相信 社会主义的中国呢 那这个就被毒死了 毒死之后呢 中国的开放红利 就可能就没了 那第三个呢 香港的年轻人 会受这个的刺激 那么会使得呢 当然他们就在 随着他们的成长 就像台湾年轻人成长一样 那么他们可能港族 就会占了越来越大的 这种优势 好的 谢谢君涛博士的这个 惊要的总结和解读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就结束了 感谢呢 这个君涛博士 在周末 跟大家呢 一起呢 聊事正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将近三个小时 也感谢我们在场的 这个现场的 网友 还有在线观看的观众朋友 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欢迎您分享 收藏 点赞 打赏我们明镜的节目 支持明镜的节目 再次感谢君涛博士 感谢我们的导播 那么同时呢 也是 这是君涛博士 我们这是 目前的安排呢 就是 我跟君涛博士 这个 一起做节目呢 这是 这个 这期节目应该算是 这个最后一期 那么 下个星期开始呢 我们就有些调整 那么就是 我做这个 星期三的节目 那再次感谢君涛博士 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 给我们提供的 这个精彩的观点 评论分析 还有给我们提供的支持 我们 下次节目呢 再会 谢谢君涛博士 那谢谢大家 安华先生 你要移植 我要失恋了 就 是啊 一不舍嘛 所以说 对 对 好 那行 那谢谢导播 谢谢大家 谢谢安华先生 好的 好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